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拳罵一定要讲一个阴跟阳 阴阳的道理非常深奥 涵盖得也广 我们今天只举一件事情来讨论 就是我们打拳都有招式 招式由什么来构成的呢 就是阴跟阳两结合 阴是指什么 阴是指知识 也就是不动的叫做阴固定的 阳是什么呢 阳就是在移动的 打拳也好 批掌也罢 那个叫阳 阴阳合一 就构成无数里头的许多许多的 不同招式 进一步讲 一个招式之中 有阴有阳 有知识有动作 哪个更重要 也就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那么辛苦的锻炼 要着重的究竟是知识 还是动作呢 我来打一个比方 当时必须要有阴 也要有阳 就好像我们人 我们要有躯干 身体 我们必须要有灵魂 要有意志 那么 知识 美妙的知识 健壮的身体 它不是不重要 但是构成一个人的功能 他要能够有作为 办事情 是要靠他的精神 他的灵魂 就好像我们打拳 一定要靠动作 才能完成 一个招式之中 他的攻防的作用 从今以后 当我们在辛苦的 练拳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该注重 美妙的知识 还是精准的动作呢 你一定有充分的智慧 来做出正确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